战争不是儿戏,也没有什么温情默默。 得到最新情报后不久,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命令就从元帅营帐发出来, 整个军营开始如一头睡醒的巨兽一般动了起来。 很快,罗森等人也从传令官手里接到了新命令。 前线探查,确保行军路线周边没有埋伏。 众英号。 罗森感觉了下自己身体,休息了一个多小时,法力竟然已经完全恢复了。 他心中暗动虽然有蜜蓝药水的辅助, 但我的法力回复速度似乎比一般法师快一大截。 导师说,一般低阶法师在耗尽法力后, 大约需要半天到一天才能重新恢复,最快也要六个小时。 而过往经验也告诉罗森,他最多只要三个小时。 大概知道这是和宇宙之主冥想有关, 虽然不明原理,但总归是件好事。 又看向哈米尔队长,大家伙都没问题吧。 小伤,无碍。 那就出发。 再次出发时,众人就没有战马可骑了。 一是因为他们战马都受了伤,耐力也耗尽了。 二是因为探查地点在道路附近的山林,山中可没法骑马。 带足补给后,一行人就小跑着出营。 罗森原以为自己又要进入虎狼窝冒险了,却没想到,刚到营地门口,就被一队黑衣武士给拦了下来。 这队武士总共有六个人,为首的竟然是一个女武士。 对方看着二十五六岁的样子,穿一身纯黑色香铁厚皮甲,戴着面具、头罩,支露出一双金褐色的眼眸,而她的武器则是一把非常精良的中型钢弩。 罗森还注意到,这女武士身材极好,和漫威的寡姐很像不,是更加火爆。 她那身后皮甲衣的胸口上,会有一个被称地严重变形的暗金色符号,是一个圆圈,圆内接一个正立的等边三角,然后一把长剑将两者贯穿。 她认识这标记,因为她属于静视圣堂,一个可指小而夜哭的恐怖机构。 女武士走上前,微微点头朝众人示意。 随后,她用一种被欠了一万克朗的淡漠语气说道,我是夏丽娜,竟是圣堂的驱魔武士队长,他们是我的队员。 我们得到了伯爵的授权,可紧急征调至多三对银乐游侠协助我们的调查任务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你们被我征调了。 一行银乐武士面面相去,罗森也摸不着头脑,可我们刚接到了军令。 这是伯爵的授权书。 刷。 一个蓝金纸卷轴在罗森眼前展开。 罗森眯眼查看,发现的确是伯爵的自己,上面还盖着伯爵独有的法术印章。 既然伯爵同意,那他们自然就无话可说了。 罗森转头看向身后的哈米尔队长,哈米尔队长贪了贪手,一脸无奈。 再看其他游侠,也都无奈耸奸。 谁能拒绝静视圣堂的征兆呢? 罗森便在行个军礼,夏丽娜女士,以奥米西亚伯爵的名义,我们将任您调遣。 心中却按道瑟兰迪斯说的果然没错,只要变强,就会被神殿征兆,面对不可测的危险。 众因好。 很好。 夏丽娜朝身后摆了下手,入列。 罗森就带着一行人跟在了夏丽娜身后。 出发。 夏丽娜又喊了一声,然后转身就朝月辉阵的方向走去。 罗森一争,忍不住问,不争满三对人吗? 夏丽娜转头看他一眼,淡淡说道, 罗森法师,你们的任务是听从我的命令,其余的不要多问。 是。 罗森吃了个瘪,转头和哈米尔队长对了眼。 哈米尔队长嘴角透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, 那表情似乎在说看见了吧,竟是圣堂可不好惹。 众因好。 罗森摊了摊手,表示自己见识到了,以后可不会再犯蠢了。 不过,该说的消息还是要说的。 走了一会儿,罗森又道,夏丽娜女士,我们还有一对战友在前线调查。 当时,夏波莱将军命令他们调查迷宫林,我们或许能遇见他们。 这一回,夏丽娜没有对人,她点了点头,感谢你提供的消息,罗森法师,我会参考的。 这话让罗森心中一动,夏丽娜女士,您认识我。 夏丽娜淡淡一笑,银月宝城北荒地,我们不是见过面吗? 罗森稍一回想,就回忆起当初场景。 对哦,战斗结束后,费伦意外动手,就说过一次夏丽娜女士。 夏丽娜见罗森面露恍然,但笑了笑, 法师,实话告诉你吧,我注意你很久了。 啊! 罗森一争,背镜是圣堂盯者可不是件好事挖。 哈哈! 夏丽娜笑了一声,别慌,法师,我只是单纯好奇而已。 说完这句,她就再没说话,只专注在前面带路。 之后,一行十七个人沿着大路朝月辉镇走去。 走了大约一小时,约莫距离月辉镇还有二十多里路的时候, 夏丽娜抬了下手,发布命令。 随我上山,转道去灰石矿洞。 说完,她率先拐入了大道旁的狭窄山路。 罗森心中一动,已经猜到了夏丽娜的目的。 她做好再次吃瘪的准备后,她问道, 夏丽娜女士,能告诉我们具体的调查任务吗? 夏丽娜淡淡一笑,真难为你忍到现在才问。 她并没有隐瞒,我们这一趟行动,是为了调查吴东之王。 对,最初的消息就是你向伯爵提出来的,伯爵并不重视, 认为这不过是一群妄人趁乱装神弄鬼,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 说到这,她脚步一顿,转过身, 目光在身后所有人身上转了一圈,眼神肃然。 古代部落时期,黄水高地有个叫扎伊纳罗的强大部落, 其崇拜的神灵就是吴东之王。 这话一出,罗森和其余五个驱魔武士表现正常, 但以哈米尔队长为首的银乐游侠却各个面露惊恐。 哈米尔队长大喊,夏丽娜女士,您没搞错吧? 咱们都是凡人,哪有本事管神的事? 这不找死吗? 声音很大,却掩饰不住心中的惊恐。 夏丽娜女士冷冷一笑, 队长,你耳朵聋了吗? 我说的是上古时代的神灵。 上古时代,明白了吗? 她那金褐色的目光环是银乐游侠。 距离今天至少一千年,又经历了黄金大审判, 再强大的上古神灵也陨落了。 残留至今的,最多也就是一缕即将熄灭的神魂而已, 甚至可能连神魂都没有,只是有骗子假借其名。 有什么可怕的? 这么一说,银乐游侠们的脸色顿时好了不少。 哈米尔队长觉得有些没脸, 咕弄道,就不会一句话说清楚吗? 搞得这么吓人。 罗森听见了,幸灾乐祸地看他一眼。 哈米尔队长按翻了下白眼,轻轻挥了下拳头, 表示要不是因为对方是静视圣堂的人, 一定打他个满地找牙。 夏丽娜仿佛没看见这些小动作, 他继续介绍情况。 资料显示,吴东之王的本体是一颗巨大的榕树, 是上古的战神,对世上的战争气息十分敏感。 如金兵矮人入侵,黄水高地战火密布, 很可能会强化这位上古神明的力量。 所以,我们的计划分两步。 第一,确认吴东之王是否真的存在。 第二,如果存在,就找到上古神魂的藏身处, 趁他还虚弱的时候,将之彻底摧毁。 说完,他大喊一声, 游侠们,听明白了没有? 明白了。 游侠们齐声回应, 但声音不怎么高,显得兴致缺缺的样子。 这也正常,大战在即, 大家都在前线拼命递建功利业, 结果他们倒好, 跑矿洞去调查老石子的吴东之王, 真是想想就没劲。 夏丽娜却对此并不在意, 好了,游侠们, 你们现在或许觉得我多事, 但以后会感谢我的。 我说的对吗? 罗森法师。 罗森一睁, 抬头看夏丽娜, 却见她那金褐色眼眸若有深意。 心中一动, 隐隐感觉事态远没有对方说的那么乐观。 作为专业的驱魔武士, 对方肯定还知道许多不方便公开的信息, 说不定会私下找机会和她交谈。 这么一想, 她就配合点头, 夏丽娜队长说的没错。 若是能完成这次调查任务, 神殿奖励绝对会非常丰厚, 并不比战场剑弓来得少。 这么一说, 战士们的抗拒心理就弱了许多。 夏丽娜见罗森配合, 低笑一声, 猛一挥手。 好了, 加快赶路。 天黑之前, 咱们要赶到矿洞附近。 罗森也转头对哈米尔道, 队长, 让大家都提高警惕, 不仅要提防兽化阵民, 还要警惕兵矮人。 哈米尔神色伊林, 立即点头, 明白。 山路崎岖难行, 但好在现在是冬末, 道路上没什么杂草遮挡事业, 也没有毒虫出没, 虽然累了一点, 但还算安全。 等到下午近五点, 太阳落到地平线附近, 阳光快速变得暗红的时候, 众人爬到了山林顶部。 前方山脚下出现一个巨大的山谷, 谷内地面遍布青绿色的碎石, 在岩壁上可见七八个大小不一的洞口, 每个洞口周围都能看到圆木制成的支撑架。 那就是灰石矿洞了。 夏立娜一抬手, 示意所有人止步, 随后从背上行囊里掏出青铜望远镜, 仔细观察山谷内的情况。 看着看着, 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起来。 谷里有人在挖矿不对, 不是人, 是野兽罗森, 你来看一下, 是不是你们之前遇见的兽化阵民。 他将望远镜递给了罗森。 罗森接过望远镜, 顺着对方指点的位置看过去, 果然看到一个活动的人影。 望远镜质量一般, 光线又暗, 那人影显得十分模糊, 但这自然难不倒罗森, 他打开冒险日志进行进行视角放大。 这下清楚了。 稳步拉长, 长着长长的犬牙, 皮肤清黑, 两臂拉长过膝盖, 指尖有类似猫爪一样的支架, 虽然人力行走, 但一晃一晃地不稳当, 时不时要用手辅助一下, 看着就好像是星星。 是狼兽人。 他又将整个矿场都看了一圈, 结果足足发现了三十几个活动的狼兽人, 还发现了许多新鲜的生活痕迹。 将望远镜地还给夏丽娜, 没错, 是普通兽化镇民。 从痕迹推测, 总数目可能有七八十个。 哈米尔队长插言道, 可这些怪物来矿洞干什么? 罗森淡淡一笑, 月灰石可是好东西, 咱们有用, 那些冰矮人巫师也有用的。 夏丽娜收起望远镜, 叹口气。 看来, 我们的调查工作遇到了巨大的阻碍。 但不管怎么样, 这都是明天的事了。 今天, 咱们得找个地方好好修整下。